記者會 各位大概看到這一些船 大家就知道我們這一次主要的活動 就是在這個禮拜六 在我們的運河會有一個獨木舟的活動 這個活動會分為六九 剛剛有問我說我有沒有滑過 我跟大家報告我有滑過 我真的有滑過 而且我不是不只滑過一次 因為我在激南大學服務的時候 激南大學的超艇隊應該也算是全國知名的 那時候的超艇我記得在台北體專 他們體育科系出來的代表都是八連霸 第一次有人把他們拉下來就是在激南大學 所以激南大學在日月潭那邊有一個很好的場地 那不過我覺得我們這一邊的場地呢比他們還要更好 因為也感謝經理這一邊在網頁上面有一些資料 那我就先上網去看 據說啦我們的運河是在1823年開始做 到後來到1922幾年到1926年再重新再做 那這個運河呢如果我們繞它一圈的話 應該是10公里 但是呢因為我們現在啊 我們的成天橋在改建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是從安逸橋往東走 再往北走 然後這樣繞一圈回來10公里 那這個10公里我覺得有幾個很特殊的地方 第一個是我們台灣呢是一個島嶼 照道理講我們大家都要很清水 可是以往我們沒有這個機會去清水 所以各位如果說有機會到運河上面 你可以發現雖然你必須用力的去滑 但是呢在那個運河表面 那個溫度跟那個水氣會讓你覺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難得清水 而且有那種寧靜感受的一個機會 那第二個呢是你在一條呢 能夠最代表台灣的運河上面 那這一個又是很難得的機會 那雖然啊未來啊我們會有這一個 我們的這一個運河 未來可能會有一些觀光的這個遊艇 或是怎麼樣 但是呢 那個你們這裡議員來了 這個安平區 每一次辦活動的時候 我們議員就必然會來 那在這一個在這一個 在這一個運河裡面 又是另外一個 很好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經驗 那第三個是說在運河經過的 其實會經過我們安平 然後我們安平有非常多的古蹟 那同時呢 它會經過我們的漁港 經過我們呢 在南邊這邊有工業區 然後我有我們的商港 所以未來吼 會不會有那麼多的機會 讓你在這一邊滑 讓你知道吼 因為以後 香港如果繁榮起來的時候 我們說不定 還要有一個交通管制 所以這都不一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是一個 雖然是只有第二屆 不過真的是一個 非常難得的機會 那這一些地方呢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最早的安平 然後呢 你遠遠可以看到我們市政府 你也可以看到有工業區 你也可以看到我們發展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這樣子下來吼 你對台南一定會有不同的感受 那滑完了以後呢 上岸了以後呢 那旁邊就有很多的美食 所以滑了10公里以後 必然要補充一下 那這樣也可以促進 我們地方的經濟 所以我想這個活動呢 是多元化的好處 那我們也希望 這樣的活動呢 能夠舉辦下去 去年好像有一百多位選手 報名 但今年應該是要有三百 225 所以還有少數幾個 可能可以報名的 如果各位呢 要把握這個機會 那我們希望呢 這個禮拜六呢 大家都能夠在我們運河 在我們安平 在我們台南呢 度過一個非常好的週末 謝謝大家 最後我去祝大家 這個四次